惠民盲笑的曾宣慾及重度視障 中度聽障跟語言障礙於一身 雖然跟外界溝通很吃力 但是他比別人還要認真來摸索樂器 還嘗到醫院孤兒院工藝演出 也獲得了今年的周大觀熱愛生命獎章 樂聲響起 宣慾的音樂細胞也跟著跳動 拿起葫蘆絲樂器跟同學合奏 當然 玄玉最喜歡的還是鋼琴 長達七八分鐘的海盾協奏曲 他牢牢記在腦子裡 再融合自己的節奏 化成指尖快樂的音符 歌姓開朗的曾玄玉今年二十歲了 重度視障讓他看不見 重度聽障及語言障礙 讓他只能發出簡單的句子 每學一首曲子就反覆聆聽 一個音 一個音 慢慢找 用手的觸覺來學正確的音符和強弱 三分鐘的曲子要練上好幾個月 但玄玉不含苦 反而樂在其中 用音樂和世界溝通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打出來 他比較喜歡鋼琴 很難的時候怎麼辦 玄玉他其實並不是絕對音感的孩子 他是一個音 一個音 慢慢去刻出來了 去刻出來的 所以他常常是鋼琴老師是一句 然後他回去反覆一直聽 一直聽那一句 然後在琴鍵上面把那一個樂句把它彈出來 克服了視覺聽覺還有語言的障礙 曾玄玉現在是校內樂團的樂手 在醫院 孤兒院及公開場合 進行了110多場的公益演出 他的努力與樂觀上進 在2012年獲得總統教育獎 而今年也得到周大觀熱愛生命獎章 每一次的獲獎對他都是肯定 也證明努力多重障礙 也能成為出色的音樂家 記者王雄彭萬群 台中報導